中文字幕 李宗盛 從今天來看 中國絕對是遊戲界的大國 甚至是超級國 但做了這麼多年下來 我們不是個強國 這個是我經常去強調的一個點 我們是個大國不是個強國 我們最重要的地方 韓國也好或日本也好 它未必是個大國 它市場不是很大 但是它是個強國 為什麼它是個強國 它的產品能出海 它的產品不是出海能賺錢 它的產品是能出海讓人家記著 我們看看日本 馬利亞 每一個中國人物資 薩爾達 每一個中國人物資 我們中國有哪一款遊戲 是每一個美國人都知道的 我們中國可能有遊戲 是在美國賺了很多錢 我不否認 但我們中國有一款遊戲 是影響著整個美國的家事觀 年輕人 讓他們了解中國文化 讓他們了解我們中國的觀念 我們有哪一個創意媒體 做到這個點 沒有 功夫熊化都不是中國人拍的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很可悲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極度可悲的一件事情 我們是這麼大的一個國家 但是我們沒有影響到全球文化的 潮流的趨勢 我們有這麼強的製作工藝 我們有這麼強的製作工藝 我今天可以跟你說 我們中國人做首的 絕對是世界一樓的 騰訊已經證明了這個點 COD Mobile 那個死命召喚 是我們中國人做的 在外國大賣 對吧 也就是說我們製作工藝是可以的 但死命召喚還是外國IP 它還是個美國人的IP 它不是中國人的IP 為什麼我們要用美國人的IP 才能展示我們的製作工藝 我覺得如果一家公司有一定的體諒的時候 我覺得你是有這個社會責任 你是應該被負責一點你的民主的責任 不是說出海是為了賺錢 出海賺錢當然這個是每一家企業該做的事情 但是在你出海的過程中 你有沒有想過 把你的精力跟時間 除了再投放在買量上面之外 有沒有把你的精力你的時間 你的心血投放到 創作上面 而這個創作不是說 因為我要發一款遊戲到日本 所以我做二次元 我做基本上都是日本文化的東西 是做一款遊戲是 就搭演中國文化 搭演中國文化不是說 我加一堆水墨畫進去 然後加什麼紅包 小紅包 叉燒包進去 那是做中國文化 我不是說那不是中國文化 也不是說你就加個燈簧吧 加個長城吧 對吧 那你也要外國人收落 對吧 等於瑪利奧 你表現來看 你覺得他是日本人嗎 瑪利奧是個義大利人來的 瑪利奧這個名字 都是個義大利名字 對吧 但是 你是知道他是個日本 日本的產 中國遊戲的表現 或中國玩家的表現 在全世界就是 中國玩家就是 不懂玩遊戲 只會發現 中國人做出來的遊戲 就是花錢的遊戲 中國人不會做不花錢的遊戲 但其實中國現在已經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未來 你會看到我們做的遊戲 可能 現在公司都有些人 所以是質疑我的 想法 說那個小動物之心 這種遊戲 會賺錢嗎 我說好玩呢 那遊戲不好玩 你做來幹嘛呢 我說現在的玩家 的眼睛是雪亮的 你遊戲不好玩 它是不會付費的 遊戲好玩 不一定要每一個人 能無限的在他腰包 把他所有的錢扎乾 這個就叫成功 我覺得 遊戲它本身是應該是個娛樂 讓人快樂 讓大眾可以受益 所以我覺得 我們在發行也好 或是在自演也好 我們會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是 我們要做好玩的遊戲 真的是為遊虎做的遊戲 我們需要更貼心遊虎 我們需要有自創性 我們的自創裡面需要 需要去想 怎麼去加入 合理的加入中文元素 所以為什麼 我希望 我們在做的 在今天現在還在做遊戲的人 對吧 我們要 真的要去追趕這個創業 因為如果 我們再也不追趕這個創業 今天就像電影 電影這個行業 我們都知道 全世界的電影行業 就是荷萊塢 中國票房在牆 我們中國的電影 短期間內 是不可能追趕荷萊塢 影響力來的 因為人家比我怎麼走 找太多年了 不管什麼技術 從創業 人家找我們太多年了 音樂人家也贏了 如果遊戲我們都輸了 那我跟你說 在文化產業上面 我們中國人全部都輸了 但遊戲是我們最有機會贏的 我們最有機會追的 今天的中國遊戲的產能 在海外的收入 已經是中國電影加音樂加書 在海外的總和還要多 我們已經有這個苗頭的時候 我們已經有能力去賺海外人的錢 我們已經可以有能力去賺全世界的錢的時候 為什麼我花點時間 花點力量去做創業 除了賺別人的錢之外 也去影響力 代理創業 第一 我希望是我可以做到 我希望創業可以做到 哪怕創業做不到 我也希望在我永生之年 我會看到中國的 那我覺得我就可以很安心地在遊戲場上退休了